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要联系别的人 而且还把你手机藏了起来 好过分哪 不过算了 反正你已经再也出去不了了 那个东西就没有用了 我帮你把他收走吧 快 把他给我 你要是跟别的人联系的话 姐 你会被弄脏的 我不想看到我漂亮的姐姐被弄脏了的样子 不过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你不可能会恨我的吧 所以说我求你了 我都这么求你了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难道说 难道说 你讨厌我 你在看玩笑的 对吧 你知道我是有多么的喜欢你 只要有你一人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了 但是你 看我不是同一个想法 好吧 我就知道 我必须要把你手机收走 你给我交出来 我说把他给我 听见没有 给我 对不起啊 我刚才太粗糙了 你要是一开始就听我话 我也不会变成刚才那样对待你 我真的是想要好好照顾你的 不过你会为了其他人 你以我而去的 对吧 我知道我刚才的态度很不好 逼你回答什么的 不过我不会算那样了 我的一切都是借的 所以你也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我吧 从现在起 你 真的是够烦人的 刚刚打给你的是你上次见面的前辈是吧 你联系前辈了 你在我上学期间跟别的人聊了天 你把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 你把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 喂 告诉我 告诉我你跟谁聊了天 聊了什么 我要知道全部 不想说 不想说 是吗 那好吧 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欣赏我拍的录像 哈哈哈 你应该知道录像里头的内容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反正我以后要去问前辈 他要是什么都不想说的话 那我估计 我可能会把他 杀了或什么的 怎么了 没有那么严重吧 我只要珍惜好我的姐姐就够了 哦 对了对了 你的同学想让我转导给你的东西 我看看啊 哦 找到了找到了 就是这个 好像是你请假条子 怎么办 你还需要吗 啊 反正你也不上学了 你不笑了吧 他们都在问你去哪里了 我已经告诉他们你生病了 在家里养伤了 哈哈哈 我觉得他们很有意思 所以也告诉了他们你连路都走不了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他们担心的表情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哈哈哈 啊 姐 你有在听吗 算了 不管怎样 你先换套衣服吧 然后我们今天再一起玩吧 今天要玩什么呢 打电动 还是 要玩一些更好玩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 明天 后天 一年后 五年后 十年后 我们将永远 永远 永远 在一起